雖然在求學階段的他們 策劃的革命失敗了 但是帶動了日後台灣人 起身對抗威權的精神 江偉水從總督府醫學校畢業之後 在大道成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大地方 開設了大安醫院 那在林憲堂推動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期間 他深受感動 1921年他與其他同志 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 作為提倡民權啟蒙運動的組織 那當然了 1923年的時候 因為治警事件被判刑四個月 1925年 又因為反抗總督禁令 又被關了四個月 那江偉水的一生 被日方求禁多達了十多次 他創立了台灣第一分報值 第一個政黨 第一個工會 不僅成為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的 中心人物 也是一般民眾期望的台灣人之救助 更被後世稱為台灣國父 或者是台灣甘地 那我們現在常講 要跳脫舒適圈 來 看我請坐 江偉水示範給你看 而且還不止一次 江偉水從台灣總督府醫學院畢業 1916年在現今大稻城開立大安醫院 他不僅是醫生還是成功的商人 1917年取得宜蘭銘酒 甘泉老紅酒的代理權當其酒商 1921年還經營酒樓 當時大稻城致命的江東春棚 四大酒樓當中的春 指的就是江偉水所經營的 陳峰德藝樓 江偉水原先也沒有要投入政治 雖然他在在學的時候 曾經有政治的狂熱 那個狂熱一過 他還是回到他的醫院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 林憲堂他們要求台灣人 要設置自己的議會 所以議會運動一兩次出來 哇 蔣偉水的政治熱重新點燃 蔣偉水心想 作為醫生不能只是醫人 更重要的是醫國 最有名的臨床講義 直指患者就是台灣島 因為治事營養不良 診斷為世界文化的低能兒 知道病症就要對症下藥 朦朦朦朦朦請請請請 這條文化的低能不太症 這樣夠有意啊 療患 你所謂的分量 這樣夠有意啦 我才知道 要用萬因療患 從根本來堅持 蔣偉水開出的處方 是在教育各方面才最大量 若迅速服用可在20年內更治 他催生了台灣文化協會 這可以說是1920年代 台灣各項政治社會運動的大本營 他們辦演講深入台灣各個角落 讓民主思想遍地開花 會員是上千人的耶 那其中學生會員有好幾百人 學生會員反而是很積極 所以文化協會成立的隔年 就爆發了抗日學潮 然後連續兩三次的抗日學潮 日本人當局也很清楚 這背後都是文化協會在推動 甚至他還辦報也就是台灣明報 將編輯部及總批發處都設在達安醫院 這是一份啟蒙台灣人的報紙 更讓台灣人的聲音被聽見 台灣明報這個運回台灣 然後就透過台北醫專 台北示範這些學生 在學校裡面就在散發 日本會進嘛 就是變成地下抗日 革命一旦開始就沒了回頭路 蔣偉水在1923年 日本皇太子育仁 也就是後來的招人天皇 來台視察時 當街局部條抗爭 史稱台灣第一反 他要表面上說我來歡迎你 歡迎的字寫得很小 其實就要求台灣人 要有自己的議會 議會的要求字寫得很大 蔣偉水帶動人民的覺醒 但他的行動越高調 日本方面就越警戒 1923年在台灣結局本 同時施行了治安警察法 嚴格管制結社自由 而當時以蔣偉水為首的 台灣議會騎乘同盟會會員 就成了首調目標 1923年底 日本警方無預警大逮捕行動 讓蔣偉水及他的同志們 鋼鐺入獄 史稱治警事件 他成為因政治請願 被拘禁的台灣第一人 吃到老鼠死了 蟑螂死了 他說有這個臭味 所以你也是要把它吞下去 後來1925年 他又因為反抗總督政令 被囚禁四個月 兩次入獄共監禁144天 監獄關注蔣偉水的身體 卻囚禁不了他的靈魂 出獄之後的他 更加急切地推動社會改革運動 但就在此時 他一手創立的台灣文化協會 陷入了分裂危機 路線很多 那團體彼此分分合合很多 然後會互相攻擊 所以蔣偉水他自己也很心痛 台灣人應該有團結 最大的是要對付日本 所以他就喊出了這句話 東包是團結 團結金無辣 極左派當權 而右派的蔣偉水跟蔡陪火 一起退出文協 成立台灣民眾黨 這是台灣第一個合法政黨 但阻擋過程也讓蔣偉水與蔡陪火 種下了心結 我們還是為了團體能夠順利 我們還是稍微妥協一下吧 為水你就休息一下 主要為水你就休息一下 就是蔡陪火 因為這個緣故 蔣偉水跟蔡陪火之間 有一點這個 怎麼講 有一點芥蒂 所以曾經有人說 哇這個蔡陪火在台南 蔣偉水在台北 北水南火 水火不容 蔣偉水繼續推動他的理念 他認為革命不能只把重心 放在資產階級 農工階層更是他所關注的 所以1928年他成立了 台灣工友總聯盟 這是日治時期 台灣第一個全島性工人運動組織 成立會場設在蓬萊閣 大門提有蔣偉水的理念 同胞需團結 團結真有力 工人有團結權 有罷工權 有血廂權 有組織後援位的權利 要有失業救濟 要有最低基本工資 要有最低的生活保障 那個時候通通提出來了 成立當天各地29個工會組織代表 130人分成59輛車 遊行台北世界 聲勢相當浩大 但不僅僅如此 蔣偉水的革命運動沒停過 他還會告洋狀 那本人跟我們說 鵝片分是好命 要不然是怎樣 我們全台灣人吃 所以根本人吃 擔心自己行動會行跡敗漏 蔣偉水就讓自己的孩子 去發電報 藝人革命 全家革命 1月2號放假的時候 可能日本高級官員都不在 那一個學生穿著制服 然後發這樣的英文電報 也許當時的基層員工 應該看不懂英文 他是這樣的想法 比較能夠掩人耳目 蔣偉水還幹了什麼事 當年的物色事件 日本人以毒瓦斯屠殺台灣原住民 蔣偉水照樣告洋狀 讓日本政府丟臉丟到家 此舉也踩到了日本政府的底線開閘了 1931年的2月18日 那北警察署長 台北北警察署長 他就拿著總督的命令 然後就率領了數十個警察 就把民眾黨的本部團團圍住 然後他們正在開會的時候 警政署長就上台了 把總督的命令書 就交給了主席 然後命令他們解散 然後當場就逮捕了16個人 台灣民眾黨 僅僅戰鬥三年七個月 就沒了 向來打死不退的蔣偉水 這一次卻再也沒有辦法 東山再起 因為他罹患了傷寒 1931年8月 年僅四十多歲的蔣偉水 過世了 大道城 年平北路大道城 那是太平通 全部都停室 修室 然後家家婦都拜那個鄉旺 拜那個鄉旺 可以看得出他在台灣民眾的心目中 是何等的地位 有80位警察 穿插在期間 嚴加戒備 因為害怕說 這一場 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戰力 會引起暴動 所以當時有一句話叫做 死未水下破火總督 蔣偉水遺體覆蓋著 被禁的台灣民眾黨旗幟 象徵著他到死都不向日本當局屈服 而他的精神也撼動了當代台灣人 喚醒更多的台灣青年覺醒